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封信 好吧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 S2的张语格 然后呢 我知道有很多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正在观看我现在的这个视频 所以呢 也允许我为自己拉个票 请多多支持我 谢谢 信 对吧 也是信 这么长的呀 怎么这么多字啊 有两页纸 哦 应援会给张语格的一封信 我亲爱的女孩 展信好 想到要给小文豪你写信 还有些手足无措 这封信是把大家想对你说的话 黏合在一起的结晶 希望能借此传递出我们对你的西意和心意 P.S.不要觉得肉麻 即使有 那也不准讲出来 因为我们也是 哈哈 你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 想做好的事就一定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很多次 即使在我们认为 你已经上交了一份完美答卷 你却还是想要更加精益求精为难自己 这一点令我们感到惊讶 同时也感到很担心 适当的高要求有助于呈现完美 但过度的为难 会让自己负担重重 甚至在表现的时候 束手束脚导致自己认为的不满意 可是 你知道吗 你认为的不满意 在我们看来已经足够惊喜 你根本不需要去理睬 分杂的声音 因为有些语言行为 艺术表现本身就是孤独的 你为我们呈现的一个又一个舞蹈故事 是那么的灵气十足 独树一致 好吧 灵气十足是对的 而且我不止舞蹈故事 我最近也有唱歌 你有听过吗 这就是你的财富 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闪着丰富底蕴的光芒 那个你真的漂亮又迷人 曾经的我们 看着你更像看着孩子 害怕你难过 害怕你受伤 希望全世界只对你有善意 却未曾仔仔细细的和你交流沟通 措施了许多帮助你的机会 其实还好啦 有些事情 你们也帮助不到我 还是需要我自己去体验和成长 如今的你 舍弃很多 放下很多 依旧元气可爱 也多了一些优雅成熟 看到你充满着高昂的斗志 和无所顾忌的锋利 我无所顾忌吗 其实我还是 顾忌很多的 我们也不再含蓄的收起爱意 而是奋力的向全世界安立你的美好 即使力量渺小也绝不认输 感谢你温柔的把我们一个个装进眼睛里 双箭头的感觉真的太幸福圆满了 我这样说虽然现在你们的力量还很小 但是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 让你们的力量越来越大 这七年很高兴见证你的成长与蜕变 也期待着更分繁多彩的明天 你即将告别这个拼杀了七年的战场 踏入一个残酷的 24小时超长待机的战斗 用你的可爱 你的性感 你的帅气 你的高贵 你的表现力 你的固执感 你的灵气 去尝试 去学习 去经历 没有什么比以前更难了 对吗 并不敢断言 今下的奇迹 我们一定会让它在春日 永久 绽放 这是个全新的征程 既然决定开始 那就抛弃过往的一切 包括荣誉 恶意 低谷和回忆 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 嘟嘟巴巴巴 哈喽大家好 我是章语格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我想成为演员和平面模特 你们都是我的人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好章语格 我是她的人 很高兴认识你 一起扬帆起航 祝你星途璀璨 不立风霜 以上 她的人发言完毕 谢谢 谢谢 就感觉她的人和我一样 就是尽力想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对方看 而且她们其实有一部分人也很逞强 就像我的姻缘会 就像我的各个站子 虽然每一个站子 每一个组织人手都不够 但是她们还是尽力给我最好的 而我却常常自责就是调动不起更多的人来帮助她们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她们可以不那么辛苦 真的很谢谢你们 一路支撑我到现在 让我今年的总选也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这并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每个人献出一小分力 而是一个不太大的群体 每个人献出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力量 才得来的结果 真的也谢谢 着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